美國華裔導演楊子葉最新作品《環保紀錄短片》《壽光衛視》入圍今屆奧斯卡金像獎,但並沒有獲獎。 目前她仍在洛杉磯接受了本台的電話專訪。張麗玉報導。 女美華裔導演楊子葉曾經憑著中國愛知病童紀錄片《穎州的孩子》贏得200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。 今年再度入圍,她知道得獎的希望本來就不大。 五四年前,《穎州的孩子》已經獲得過一遍。 提年已經很榮幸。 獲得第二次金像獎,我相信是非常困難。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,也很難。 提年已經好像贏了一樣。 楊子葉所執導的壽光衛視是39分鐘紀錄短片。 關注中國安徽省旁浮市壽光村的污染問題。 04年,當地有三間化工廠其中最大的一間排放的工業污水, 含有二綠本安,導致農作物沒有法子收成。 村民多人患癌症,兒童亦出現各種怪病。 楊子葉陸續花了三年時間,紀錄村裏面一個老農民張公利, 如何在法律訴訟撒培母校之後發動草根力量。 令全村1876個村民之中,有1801人簽名案手印陳情,趕走化工廠。 二十六題記者將來二月報道。 幕府和李宗盛